今天的東西叫做醋 就是我們平常吃的醋 大概有3%到5%的醋酸 也就是我們前面教過的乙酸 分做釀造醋跟合成醋 釀造醋就是釀造來的 不過你在市面上你在超市買的每一瓶的醋 都說它是尊骨靶釀造的 都叫做釀造醋 這樣就是用骨類、果實 然後先做成酒精 然後再發酵讓它變成氧化 然後變成醋 所以我弟弟說他不吃醋 因為他說醋就是酒壞掉了 酒糙生啟也對啦 就是酒糙生啟就變成醋 所以酒這裡要不要養 要養對不對? 氧化 剛剛講過蜜蜂有氧反而不好 有氧他可能做完酒 本來要做水果酒變成水果醋了 那也OK啦 然後所以加氧化醋就變成醋酸跟水 那叫做釀造醋 釀造而來的 市面上你看得到的酒 對不起看得到的醋 他都說它是釀造醋 是尊骨法釀造而成的 乙醇 還有人像有人喔 買那個紅酒、葡萄酒啊 回來然後保存 有人說保存不當會變酸 為什麼變酸? 因為產生醋了 生成醋了 有紅酒變成紅酒醋 紅酒醋 所以就會換一下會有酸的 那 合成醋就是合成的 就是我們前面的冰醋酸啊 加水喇喇就可以了 再加點色素啦、香料啦 或者想聽到哇 就變成人家說 所謂的合成醋 叫合成醋 那我們當然會覺得 合成醋比較不好 因為釀造醋 可能會很多的微量元素啊 對你身體有幫助啊 有些自然的風味啊 合成醋就是冰醋酸 加水喇喇 再送你一些色素啊 或者是什麼添加物之類的 OK 叫合成醋的部分 重點 它的化學反應需要氧 以醇酒精氧化變成醋酸 加水 醋酸加水 OK 然後催化劑是它的醋酸菌 然後呢有分量照跟合成 看一下就好 像一下導油啊 醬油 醬油有傳統的醬油跟化學醬油 之前那冒食安問題的時候 就出現很多醬油的問題 我們所謂的傳統就是所謂的 釀造法做的醬油 把這些黃豆啊 然後蒸煮啊 加鹽水啊 然後發酵啊 再壓榨啊 殺菌啊 過濾啊 澄清啊 做成的 為什麼會不會要什麼 過濾澄清啊什麼之類的 我小時候啊 去過一次醬油工廠參觀 然後呢它那個是比較 你們現在看電視上廣告 它都是放一個大的桶子 蜜蜂的桶子裡面啊 你什麼都看不到 一個桶一個桶子 我們那小時候還是一個地上 地上畫一個草一個草一個草 在那邊草裡面發酵的 然後呢就看一看 啊那個草看起來很像畫叉子 聞起來也像畫叉子 那個樣子很像畫叉子 所以它要壓榨過濾沉漆 才會變成你要的島嶼 那這個是傳統的做吧 那還有所謂的化學的做 就是上次冒所謂食安問題的時候說 啊那個要好久好久太慢了 這樣怎麼辦呢 那就是 把黃豆用鹽酸分解 因為這個醬油的特殊風味主要是來自它裡面的氨基酸 我就拿黃豆 因為豆類裡面有很多的氨基酸 是很多植物性蛋白質的來源嘛 氨基酸 就用鹽酸去把它直接分解讓它切 然後呢 再把它加一些喇喇 後來就變成了化學醬油 化學醬油 做法了解一下 然後這個鹽酸會有人為了會考 問你說我用什麼東西去分解黃豆 答案叫做 鹽酸 鹽酸 把這個背起來就可以了 就是有關於醬油的部分 OK嗎 OK 接下來做的是叫做乳酸菌 現在有人在吃喝喝什麼養樂度啊 什麼叫做乳酸菌 乳酸菌是用牛奶為原料 然後發酵之後呢 把它裡面的乳糖消化掉 消耗掉 所以有一些有乳糖不耐症 有人喝牛奶就會拉肚子的 那就是有乳糖不耐症 那 原則上呢 就可以靠喝乳酸菌 來做改善 因為它把它乳糖呢 給消耗掉 消耗掉 然後得到它其他的營養 但是沒有乳糖的成分 乳酸菌會 乳酸又產生酸味的成分 可以促進消化 幫助鐵蓋吸收 啪啪啪啪的 看一看 這個應該都聽過了 一般說的都聽過了 會有酸味 現在已經 台灣人把它改良了 那個優格 優酪乳 剛進台灣的時候 剛要引進台灣的時候 就有人在報上寫說 那個吃起來有一股臭生理 應該本來就臭生理啊 對 現在好多了 我們當年它剛進來的時候 吃起來真的就是一股臭生理 現在是被我們改良改進了 所以吃起來感覺沒有什麼臭生理 它本來就真的就是一股臭生理 臭生臭生的味道 OK 有時候酸味的成分 然後就講過乳酸可以這樣這樣這樣 所以有人要希望你多吸收點乳酸菌啊 然後增加場內的抑菌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不過 那個 有網站上寫過啦 那些很多話都聽聽就好了 其實跟事實是有 差距的 OK 它有活的跟死的 乳酸菌的飲料有活的跟死的 活的呢 就必須要保存的比較低溫一點 然後裡面有活的乳酸菌 號稱能夠進到你的腸道裡面 增加你的抑菌 然後呢 幫助你身體健康啊 但是那還有一些別的問題啦 它怎麼通過你的胃啊 那個鹽酸的斬殺 還可以活著 然後活到你的腸道去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有人什麼精球啊 然後保護你啊 什麼什麼這樣 這再說啦 OK 反正基本上就是這是活的 乳酸菌是活的 那還有的是 它已經基本上 沒有什麼活性了 再建了 像蜜蜂的 這已經加溫滅菌的乳酸飲料 它會比較在常溫下保存 常溫下保存 像那個養樂多這種 養樂多這種 OK 有乳酸菌 就看一下 把它的用途看一看 欣賞一下就OK了 沒有什麼 接下來要查 這個麻煩大 因為整個茶葉的內容啊 可以講好多好多 我們也沒那麼大的學問 那基本上分作呢 沒有發酵的 半發酵的跟發酵的 發酵的 青茶綠茶就是沒有發酵的 茶葉直接拿來烘焙 然後呢 直接把它弄掉 讓它沒有發酵的 半發酵呢 就是一部分有發酵 像我們台灣有名的烏龍茶 烏龍蹄 就是半發酵茶 還有全發酵的 像紅茶 紅茶全發酵的 所以它們長相會不太一樣 基本上發酵越多了 茶湯顏色就會 越深 然後呢 青茶綠茶的 茶湯顏色會比較淺 這看看就好 不過這裡的學問 還滿麻煩的 我們就只有簡單講一講 我們也沒有專門學茶葉 那筆下會問的問題是說 會問你說 紅茶是什麼茶 紅茶是一個發酵茶 全發酵茶 綠茶是什麼茶 綠茶是一個未發酵茶 稍微看一下 知道就可以了 關於茶葉的部分 乳酸菌跟茶葉 比起來是烤的比較少的部分 比較少部分 OK 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